这个男孩把三成九算出等于三 考完试还自信无比 不出意外 他是班里唯一一个得零蛋的学生 老师骂他是白痴 父母恨铁不成钢 没有人知道 他是一个严重的读写障碍患者 也是一个极具绘画才能的天台 在伊桑看来 读书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 书本上的字母总是不安分 动不动就跳起了舞 晃来晃去绕得人头晕眼花 还是画画比较有意思 他喜欢看云 看树 看鸟 还有看人 看世界上一切奇妙又美好的事物 然后回家把他们画下来 没人知道他的小脑袋里装着什么 他也没什么朋友 但这并不妨碍他每天乐呵呵的 但一去学校 伊桑就黏了 学校里只看成绩 还看仪容仪表 伊桑没有一项达标的 鞋子经常脏兮兮的 成绩也是磕磕垫底 老师叫他起来读个句子 他都能把老师气出病来 这让爸爸妈妈头疼不已 尤其是严厉刻板的爸爸 最近看他十分不顺眼 伊桑和邻居家小孩打架 爸爸二话不说先给他一巴掌 谁想伊桑非但没哭 还在没脸没皮的小 爸爸看着更生气了 这天 爸爸发现了伊桑伙同哥哥伪造的请假条 他竟然还会逃血了 爸爸怒火中烧 第二天就带伊桑去学校跟老师道歉 谁想这一去就炸开了锅 所有老师都在向他抱怨 刘吉三年还是没有丝毫进步 从不专心听讲 总是借口上厕所 闹得全班不安宁 门门考试都是零分 校长更是暗示伊桑的脑子有问题 劝爸爸把他送去特殊学校 为了升学率 学校不想再收伊桑了 这可惹毛了爸爸 全家都是聪明人 大儿子更是成绩优异门门满分 怎么就伊桑有问题 他的儿子是不争气 但可不是白痴 于是爸爸联系到一所严厉的寄宿学校 决定给伊桑转到那里好好管一管 这可把伊桑吓坏了 虽然爸爸平时难得对他好脸色 但他并不想离开父母 但他的反对意见 不在大人的考虑范围内 就连一向温柔的妈妈也很下了心 伊桑就这样哭哭啼啼地被送走了 男孩一把将书包扔到楼下 书本上的字母在伊桑眼里 比世界上的任何虫子都要可怕 他们会跳舞会打架 还会爬出来咬人 但没人理解伊桑的痛苦 他的童年只有灰暗 被丢进寄宿学校的那一天 是伊桑长这么大最黑暗的日子 寄宿学校只有一条校规 那就是纪律 本来就天生残缺的孩子 到这里没了庇护 吃饭穿衣都得自己来 伊桑哪哪都不适应 老师们对他也不客气 动不动就是丢粉笔 打手心 大声斥骂 揪着出列 那些字母舞动的更厉害 甚至会变成怪物攻击他 伊桑只能无助痛哭 从前那的挨了奏 还会嬉皮笑脸的小男孩不见了 伊桑变得愤怒 绝望 只能一圈一圈绕着操场 跑来发泄自己的苦闷 就连哥哥送给自己最喜欢的蜡笔 他都笑不出来 直到美术老师拉姆的出现 这一切才有了改变 拉姆老师和其他那些 严厉刻板的老师完全不一样 他幽默风趣 第一节课他就装扮成小丑 来逗孩子们开心 他让孩子们忘记几何根构图 放飞想象力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课堂上再歌再舞 只有伊桑闷闷不论 他空白一篇的画纸 引起了拉姆的注意 但拉姆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破口大骂 而是温柔地问伊桑 是不是不喜欢画画 聪明的拉姆老师 很快便通过伊桑的种种反常 察觉了伊桑的读写障碍 尽管其他老师都觉得 有先天障碍的孩子就是没前途 只有培养世俗意义上成功 敢于竞争 开创未来的孩子才是真正的教育 但拉姆不这么认为 他之前在特殊教育学校任职 这样的经历和强大的同理心 让他对伊桑的痛苦和无助感同身受 为了更了解伊桑的情况 拉姆还拜访了伊桑的父母 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伊桑很喜欢画画 拉姆老师有些震惊 那个男孩竟然会画画 而且还画得这么出色 线条和用色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充满了对世界的用心观察和奇妙想象 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打击 让他甚至抛弃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这时拉姆也在伊桑作业本上 看到了熟悉的拼写错误 拉姆告诉伊桑父母 你的孩子有毒血障碍 但毒血障碍不代表智障 而是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学习能力无法跟上同龄小孩 可他的画作和手工却是天才级别的 但爸爸还是不能理解 他认为那些错误 拉姆也不和这个固执的父亲掰成 他直接指着玩具包装上的日文 让伊桑爸爸读出来 爸爸一时间呆住了 他终于明白了伊桑的感受 那种用尽全力 仍然无能为力的失落和无措 伊桑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里 被一点一点摧毁掉自信 拉姆知道 让学校和家长改观很难 但他自己是绝对不能放弃伊桑的 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串看不懂的字母 随后老师拿出一面镜子 原来是镜像文字 老师告诉孩子们 从前有个小男孩 他看到的文字就是这样 甚至在他眼中字母还会跳舞 他怎么努力也学不会读书写字 孩子们哭谈大笑 伊桑却紧张地低下头 他以为老师在说自己 谁想老师却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相对论 令全世界惊叹 拉姆还告诉孩子们 不光是爱因斯坦 爱迪生 达芬奇 肯尼迪 阿加莎 他们都有相同的读写障碍 小时候也都被认为是成绩极差的笨孩子 但他们却能够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 一旦成功便会震惊世界 听到这里 伊桑的眼睛亮了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拉姆老师的鼓励 成功给伊桑的负面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 这天在手工课上 他用一些树枝 随便就搭起了一艘能自动运转的小团 同学们的鼓掌和欢呼声 悄悄点燃了伊桑的信心 拉姆老师趁热答题 向校长申请单独辅导伊桑 用橡皮泥和沙画教伊桑最基础的字母和数字 这种边玩边学的方式 伊桑接受得很顺利 学习也进步飞快 听说这时的爸爸赶来了学校 告诉拉姆他们夫妻俩看了许多读写障碍的论文 言外之意 他们并非不关心孩子的父母 拉姆反问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呢 拉姆又开始讲故事 在所罗门群岛 如果人们想杀死一棵树 他们会围在那棵树周围 不停咒骂那棵树 这样不出几天 那树就自己死了 树尚且如此 更别说活生生的人了 真正关心孩子应该是主动的交流 一句鼓励 一次陪伴 一个拥抱 而不是一位质问和情感绑架 更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些什么 爸爸的脸瞬间红了 他心虚地走出美术室 正好看到伊桑在一旁 努力练习阅读 他心里不是滋味 没打招呼就急匆匆走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伊桑也慢慢学会了打理自己 不再是那个 只知道哭泣的小孩 拉姆老师深知伊桑的改变 只是偶然 真正需要调整的 是整个学校的教学官 于是他在获得校长的支持后 提出在学校办一个绘画大赛 全校师生自由报名 当然 拉姆老师这样做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伊桑重拾画面 伊桑没有让他失望 他还是那个会用线条和色彩 充分表达对世界美好感受的孩子 最终 校长宣布比赛结果 伊桑的画镜打败了拉姆老师的作品 成为了本次画画大会的第一名 伊桑脸上的表情 从不敢相信到激动难以自已 他转身扑进拉姆老师的怀里嚎啕大哭 这次大会后 伊桑再也不是老师们口中的傻瓜懒蛋 他个门功课进步飞速 还是难得一见的绘画天才 众人对他赞不绝口 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在这背后 是一个因材施教的老师的努力 人生从来不是只有一条路 没必要把所有孩子都赶到同一座独木桥 就像拉姆曾说的 每个有所缺陷的孩子 都像是落到地球上的星星 他们与常人不同 也因此有了自己独特的光亮